完成的创作呢 我们还可以再汇出成高画质格式的影片 以保有照片原本的高画质 所以我们再点选输出档案 进来之后我们的格式选H.264AVC 输出的设定呢 左侧的地方您可以来做选择 看您想要输出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格式 右下角的地方的点点点则是我们的一个储存的位置 那我把它换到桌面 名称的部分我们要改成生活杂技 再按一下存档 好设定都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开始 它就可以开始输出我们的影片 那这边呢等待的时间会因为你的一个量的大小 你的照片量的大小而有所不一定 所以呢这边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做一个等待 输出完成 输出完成 啦 她確定 什么